歡迎來到米高電玩大本營愛Michael 玩家最近開始選擇遊戲 都會開始先找一找有沒有得到Switch Baby 的認證 如果有的話到日律不會買 其實Switch Baby 是一間顧問公司 提供各款遊戲開發階段的聚視諮詢 聲稱透過幫助遊戲開發商 引入更多元化的內容 而所謂多元化的內容 稱為DEI 解作多元化 公平性及包容性 雖然這三組的致詞聽起來都很正面 但為何會成為負面的代名詞呢? 講以下內容之前希望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影片Like and Share 以及記得按這個鈴鐺 米高電玩大本營需要有你的支持 Switch Baby 的顧問公司位於加拿大 由前欲逼開發人員 包括編劇Kim Bela 及產品經理David Bela 創立 這間公司曾經參與過的遊戲作品至少多達28款 著名作品包括戰神 諸神 黃昏 和心靈殺手儀 而引發玩家關注這間公司的導火線 就是 Steam 上有一個群組 和鑑賞家 Switch Baby Ink Detect 列出所有 Switch Baby 有份參與的遊戲清單 玩家加入之後就能夠看到這些數據 雖然群組沒有發出私人信息 而玩家避開 Switch Baby 的遊戲 但就引起這間公司的多名員工不滿 還發問要求 Steam 應該要有相應的規範 還要求追隨者去檢舉這個群組 以及創立清單的玩家 Cabludus 但這件事不但沒有效果 Switch Baby Ink Detect 的關注人數 由9000人的關注數 報章至接近40萬 而令到 Switch Baby 再次受到關注的原因 就是它參與的兩款作品 包括神鬼語言 以及癡黑膠條暗影者 神鬼語言由 Xbox Game Studios 旗下 Playground Games 開發 這款 Xbox 遊戲預定在 2025 年發售 但女主角的面貌簡直就能夠說是女生男相 但這一點確實是很正確 因為女主角太性感 就會被形容為物化女性 雖然在最近2024年 Xbox Game Showcase 中 女主角的使者無賴的表情略為收斂 眼睛亦造大了一些 但玩家明顯對 Switch Baby 染指的遊戲不收貨 而另一款刺黑膠條暗影者 遊戲以日本故事為背景 但竟然被重要角色尼座變成黑人 那女角色做得似一面也算 黑人說自己在日本無事 但無論身形和力量的差異 就更加像是外來入侵者 就算玩家如何催眠自己也好 都很難說服這款遊戲的故事背景發生在日本 其中一段試玩片段還被網民發現 尼座的戰鬥背景配樂 竟然將日式配樂元素揭合黑人的Hip Hop 這種文化磨用根本完全沒有理會日本玩家的感受 遊戲還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例如將神社裏作為神域入口的鳥居 竟然造成村莊入口 季節表現亦出現謬誤 遊戲裏面有櫻花開花 插秧 此子和大米修成的畫面同時出現 但網民就指出這幾樣東西 在一年之中不同季節月份的特徵 不可能同時之間出現 遊戲廠商玉壁還在官網聲稱 黑人無事離座目的就是要解放日本 日本玩家就說笑話 玉壁的意思就是當時日本是由白人統治 其實遊戲未出現就被發現這麼多問題 真的不像一間大公司應有的表現 事實上Switch Baby的傲慢和Fronton 早已不是什麼新聞 近年爆出的醜聞亦非常驚人 例如今年3月 網民找到2019年Switch Baby創立人之一的Bella 就表示如果你是3A級的創意人員 你的上級不答應你所要求的價值觀 你就去威嚇你的行銷團隊 亦有人翻出之前Switch Baby員工 VS Kramer的舊貼文 他寫著給錢給我 給我去否決白人男性主導遊戲的想法 以及做了一個惡夢 我是一個白人男性遊戲玩家 另一位叫做Danny Dallandas 前Switch Baby員工 接受Color Esports遊戲開發人員採訪時 就承認自己沒有僱用白人 還表示有時跟白人合作很困難 因為他們想創造一個安全的環境 他目前是Cliff Hanger Games的敘事設計師 這是一間EA旗下的工作室 他在開發一款基於萬位黑豹的遊戲 可見Switch Baby所謂的多元化 公平性及包容性 只是想為遊戲加入更多的黑人膚色 不但沒有尊重遊戲的創作自由 亦都從來沒有尊重其他地方的文化 雖然DEI在企業管治上 話多話少有積極的作用 但在創作領域上 這種權力無限制的擴張 甚至損害了遊戲的創作和玩家的利益 即是如果選擇一個秒條的白人做女主角 將會構成對某一些肥半黑人的歧視 所以如果真的要找白人做女主角 首先他是不能夠漂亮的 如果樣子是OK的話 就一定要將角色稍微增肥一下 或者比在面上出現非常明顯的霸痕 難怪劍星惹來這麼多外媒團體的諸多批評 雖然亞洲人皮膚都太白太完美 還要身材這樣秒條太不正確 就算我買了這麼多集的刺客教條也好 暗影者我是不會買的 不是抵制Switch Baby 而是真的買不下手 這款遊戲根本就是一款未推出 就跌入死亡陷阱的節奏 今後有Switch Baby加持的遊戲 銷售額將會被遊戲公司知道 他們真正的米飯班主 到底是這班正確團體 還是我們這班遊戲玩家 今集就講到這裏 如果大家覺得這條片有用 記得like share和subscribe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記得按這個鈴鐺 以便一有芯片系統就可以通知大家 下次再和大家分享更多遊戲消息